我們英國人呢 下班了之後呢 就會想要放鬆 然後喝杯酒 那會幹嘛呢 就會去酒吧 就像這種開放式的感覺 又很有異國風味 然後呢 像這間餐廳呢 叫做三隻獅子 那三隻獅子呢 也是英國球隊的象徵喔 來 我們趕快來看看吧 哇 這間餐廳很美麗 謝謝 多久 你來台灣多久了嗎 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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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也在這裡跟你的家庭 好嗎 好 好 有很多球賽者 在你的樓盤上 我看到 對 當我們開放了一間餐廳 我們想要一個比較 比賽的類似 喔 OK 我覺得很多台灣人 都會在英國球賽中興奮 中興奮 一定 所以我們會在那邊 這是一個很流行的英文食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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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 是 好 再加碎底, roosan gravy, which is English sauce, which will pour on top of the food. Gravy with mashed potatoes. 吃看了薯泥 Wow, this gravy is good. Nice. It reminds me of that my grandma. 好好吃 it. Is this mustard? It is, yeah. Okay so mustard goes with the… With the sausage. 英式的香腸就是在他們英國算是主食之一 他們幾乎每一間餐廳都可以看到這一道菜 所謂的PUB餐廳都可以看得到這一道菜 那每一家當然全市的方式不一樣 因為香腸的製作通常就是用手工製作的 所以裡面大家調配的香料或什麼都會有點不一樣 那英國吃起來的煙燻味跟鹹味是比較重的 然後搭配薯泥一起吃 然後再配一些青菜這樣子 那這就是他們非常非常家庭式的一道餐廳 現在時間給牛肉和麵包 這是燉肉然後搭配大蒜麵包 我看你的這是 這是牛肉 牛肉 雞肉和蜜蜜蜜 用蜜蜜蜜蜜 試試 對 對 而且是用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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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但是你不會太醜了 不要緊張 經典的啤酒燉牛肉也是英國傳統料理之一 搭配紅蘿蜜蜜蜜蜜 等新鮮蔬果 不僅帶出了濃濃的甜味醬汁 牛肉更是入口即化的軟爛 就連台灣人也無法抵擋 這種口感啊 享用完美味的餐點過後 英國人的習慣就是 送上最後這一道起司拼盤 除了香濃的羊乳起司 來自英國的喬達起司 還有最重口味的藍紋起司 各式各樣的起司口味 搭配餅乾一起吃下去 這就是英國人最愛 我們就是會有 喬達起司 然後青藍起司 用起司 然後加上它配餅乾 然後可能在餅乾上 會加一點奶油 然後會配一些醃的醃菜 去搭配來吃 所以像在英國的話 像這個的話 通常是他們餐後的甜點 甚至是餐後甜點之後的甜點 對 這永遠都是最終的那一道菜 好 把它吃一點 這是起司 這就是吃飯 或許我可以加點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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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彩 谢谢大家